小朋友好 接着我们看到数学课本162页第四题 机不可失 下面是立荣航空从金门机场到高雄机场的班机时刻表 看表回答问题 好这里哦 四班飞机 这是它的编号 然后这个是它从金门起飞的时间和抵达高雄的时间 接着我们看一下题目 看题目要问什么 来第一题 班机号码V79228的飞机 起飞时刻是几时几分呢 那抵达时刻是几时几分 好我们查一 查9228哦 V7928是不是这一台 它从金门起飞时间是18点 然后抵达高雄时间是18点50分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它抄下来就好了 好我们抄下来哦 直接把这个18点抄到这边 18时零分 那抵达时间是18时50分就照超 18时50分 共飞行了几分钟呢 好我们就把抵达的时间18点50分去减起飞的时间 所以18点50减18点哦 减减看 那 RGB この平均10还是0 5 ever 下面没有东西跟它相减所以5直接放下来 18-18把自己减掉所以等于0 所以它总共花了50分钟 所以这一题第一题总共飞行了50分钟 第二题因为天气影响 班机号码V78912的飞机延误20分钟抵达高雄机场 那这班飞机几时几分才会抵达高雄机场 我们猜一下V78912是哪一班呢 V78912是这一班 它原本是要10点10分抵达 结果它晚了20分钟 那我们就把10点10分再加20分钟 就是它抵达的时间 好加加看 10时10分再加20分钟 0加0还是0 1加2等于3 前面没有东西跟它相加直接放下来就好 10点直接放下来 所以是10时30分会抵达 好那我们就写10时30分会抵达高雄机场 接着看到第三题哦 叔叔要从金门到高雄参加会议 会议在下午1时开始 它可以搭乘当天班机号码 哪一班或者哪一班的飞机呢 好下午1点其实就是13点 为什么是13点呢 因为早上有12个钟头 再加上下午一个钟头 加起来是不是13 2加1等于3 1 下面没有东西跟它相加可以直接放下来 所以下午1点其实就是13点的意思 所以我们找一下哦 有哪几班是13时之前到的 这里哦 10点10分这一班跟11点50这一班嘛 都是13点之前到 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两班啊 B78912跟B78916这两班都可以 那我们就把这两班写到答案里面去 B78912或者是B78916都可以 好这样我们162页完成 接着看到163页 魔术小侦探寻宝物语 小狼发现一张藏宝的密码图哦 并且打听到宝藏藏在数字15的位置哦 所以我们待会就找15在哪里 解开藏宝图中的密码 并圈出宝藏的正确位置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哦 第一题 6乘以9等于54 然后圆圈圈除以9等于6 所以圆圈圈等于多少 啊这个很简单 其实只是三个数字互换位置而已嘛 6乘以9等于54 反过来讲54除以9等于6 所以这个应该是54除以9等于6 圈圈就是54 第二题 80除以8等于10 爱心乘以8会等于80 所以爱心等于多少呢 好我们知道第一行哦 80除以8等于10 所以反过来讲 10乘以8就等于80 所以这个爱心应该是10 它其实就三个数字互换位置而已 第三题也是哦 都是互换位置而已 6乘以12等于72 那72除以三角形等于12 所以三角形等于多少呢 好我们从第一行可以知道 6乘以12等于72 所以72除以6才会等于12 所以这个三角形应该是6 接着第四题 91除以7等于13 13去乘以这个方块等于91 所以这个方块等于多少呢 好我们一样看第一行哦 91除以7等于13 所以13去乘以7才会等于91 所以这个方块应该是等于7 第五题哦 3乘以8等于24 然后这个十字去除以3等于8 所以十字等于多少呢 我们看第一行 3乘以8等于24 所以反过来讲哦 24除以3才会等于8 所以这个十字应该是24 就三个数字换位置而已嘛 然后第六题 60除以4等于15 那4乘以这个空格等于60 所以空格等于多少呢 我们从第一行知道嘛 60除以4等于15 所以4乘以15才会变成60 所以空格应该是15 就三个数字换位置而已嘛 好在我们数学课本 162页和163页也完成了哦 啊还有一个地方 他说要把这个15的地方圈起来 所以我们待会就把这个方块 因为方块是15嘛 就把它圈起来就好 这里是15的位置 就是保障的地方嘛 我们把它圈起来就好了 好这样这一页就完成了哦 好